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192章受伤 你怎么样 叶浩轩扶起梁洪玉 只见他的肩膀和后背上已经被鲜血浸尸 刚才手雷爆炸对他造成的伤害不小 叶浩轩迅速地摸出金针为他止血 然后扯下他的小外套 挑下上面的弹片 为他撒上玉红生击散 这里看不清楚 先突围 然后我再帮你挑出来蛋片 叶浩轩沉声道 梁洪玉痛的脸色都发白了 但是他性子要强 愣是咬这牙一声不吭 他只是微微地点点头 叶浩轩扶起他 顺着这片丛林向前摸去 现在大陆上的那狙击手 肯定还隐藏在暗处等着他们两个 所以不能原路返还 就在这个时候 叶浩轩的感应道身后有危险 他连忙扶着梁洪玉迅速地闪到一棵大树的后面 就在他闪开的同时 一颗狙击弹擦着大树飞了过去 那狙击手竟然追了过来 这祸的胆子真不小 这狙击手的气息很熟悉 正是自己受害的那天晚上遇到的两人中的其中一人 叶浩轩扶着梁洪玉坐下来 然后感知力发出 迅速锁定了狙击手的位置 那名狙击手也是胆大 像他们这一行的 是不可能端着狙击枪冲锋的 但是他竟然巴巴地追了过来 隐藏在一棵树后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这祸有些拖大了 他的狙击能力属于不上不下的 也就只是比一般的狙击手稍微强那么一点 可他竟然敢追过来 真是作死 锁定了他的位置以后 叶浩轩猛地向前掠出 狙击手双眼一寒 他迅速把叶浩轩套在十字准星里 毫不犹豫地扣出了板击 但是叶浩轩好像是知道 他会在那个位置开枪一样 没等他的枪击中 叶浩轩就猛地停住脚步 然后继续弯曲前行 一连几枪落空 狙击手情之事情不妙 他提起狙击枪就要换狙击地点 但是他的眼前一黑 却是叶浩轩出现在他的跟前 他吃了一惊 刚才叶浩轩还在几十米外 他是不可能跑这么快的 他仰起手里的狙击枪 就要向叶浩轩开枪 叶浩轩一把将他手里的狙击枪扯下来 顺手砸到一边的树上 狙击枪瞬间便报废了 狙击手一惊 他右手一翻 抽出了一把匕首 就向叶浩轩刺来 叶浩轩反手夺过他手里的匕首 然后一拳 把他砸倒在地上 这名狙击手感觉到位在不停地抽搐着 叶浩轩这一拳 几乎要把他晚上吃的东西要砸出来 我记得你 上一次在海边就是你在我这里 穿了一枪 叶浩轩指着自己的肩膀道 谁派你来的 你属于哪个势力 这人情之道 落到叶浩轩的手里 绝对不会好过 他索性扶在地上 一言不发 叶浩轩大怒 他现在没有耐心 最恨的 就是这种装死的人 他冷笑一声 装死是吧 说着他抬起脚 在他的膝盖处猛地踩了下去 啊 狙击手脸色惨白 忍不住参叫了起来 叶浩轩这一脚 几乎把他的膝盖 踩成粉碎性骨折 他抱着自己的右腿 惨叫了起来 我的耐心有限 叶浩轩冷冷地说 狙击手狠狠地瞪着叶浩轩 他依然一言不发 叶浩轩大怒 他一脚把这货踹翻在地上 然后踩上他的右手 你干什么 狙击手这才慌了 他的右手是他吃饭的家伙 如果叶浩轩这一脚下去 他以后算是废了 以后肯定连枪都拿不起来了 说 叶浩轩冷冷地说 我说 狙击手咬咬牙 他不得不屈服在叶浩轩的威压下 他咬咬牙道 我是振兴的人 振兴的人 请不起你这档次的狙击手 说实话 叶浩轩面无表情 狙击手咬咬牙 他终于实话实说 我的雇主是梁经年 但是 我的一切行动 都是听命振兴 果然 那老狐狸和振兴 帮穿一条裤子的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道 今天晚上详细计划是什么 就是在这里伏击 不管谁从那间别墅里出来 一律格杀 狙击手道 行 你可以去死了 叶浩轩突然一个侧踢 一脚踢中 他的脖子 咔嚓一声响 那名狙击手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 便一动也不动了 你把他杀了 梁红玉的脸色依然有些白 可能是失血过多的缘故 留着他干什么 叶浩轩反问 他是一犯 梁红玉说 我不是警察 在我眼里只有敌人和对手 他是我的敌人 他要置我于死地 我杀他也是天经地义的 叶浩轩淡淡的说 问出来了什么没有 梁红玉摇摇头 他和叶浩轩的观念不一样 你二爷爷的人 听从振兴的命令 那天晚上伏击我的人中 他就是其中一个 叶浩轩说 果然是他 梁红玉的神色有些悲哀 梁经年是他唯一亲人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早已 经金盆洗手的二爷爷 竟然是个伪君子 我很好奇 他是混黑的 就算是金盆洗手 他也有以前的劣迹 你爸和你都能在这里任重职 我想知道你们的政审 是怎么通过的 叶浩轩道 因为我爷爷在世的时候 就是这个部门的人 这个部门除了我们梁家 没人敢做 梁红玉淡淡的说 薪水很高吗 叶浩轩纳闷的说 拿着正常职位的薪水 梁红玉面无表情的说 明白了 拿着卖白菜的钱 操得卖白粉的心 叶浩轩无语的摇摇头道 少来 现在怎么办 梁红玉道 你二爷爷已经知道 我们见面的事情了 今天晚上这里安排的局 就是等着我们两个 一头扎进去的 叶浩轩说 我还是难以相信 他会对我下杀手 梁红玉摇摇头道 你不相信的事情多了去了 之前我说 它是个老不正经的东西 你不也不相信吗 叶浩轩反问 梁红玉沉默 他低这头一言不发 现在你要做的是养好商 同时联系驻港部队 配合我的行动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就好了 叶浩轩道 我要参加行动 梁红玉说 不行 你受伤了 叶浩轩道 我没事 梁红玉固执地说 这是我二爷爷惹出来的事情 所以 我有一定的连带责任 我要亲手把他送到监狱 大义灭青 我是第一次见到你这么固执的人 叶浩轩无语的摇摇头 我先联系驻港部队指挥官 现在我们暂时还不清楚 集英之地在哪个方位 你需要多少人 梁红玉问 这个倒是个问题 先联系部队吧 我的人应该已经到港了 我联系他们 集英之地 很快就会弄清楚在哪里 叶浩轩道 好 我先去了 梁红玉点点头 叶浩轩拿出手机 发现手机已经有信号了 他拔通了王铁柱的电话问 王哥 你们到了吗 到了 刚下飞机 老板 你现在哪里呢 老板娘托我给你带来了一样东西 王铁柱答道 我现在就去机场接你们 叶浩轩挂断了电话 我已经联系了警方 他们马上就会过来处理这件事情了 梁红玉说 这件事情 暂时保密 另外一会儿 派人送我到机场一趟 我的人到了 叶浩轩道 好 我知道 我会找个理由 解释今天的事情的 梁红玉点点头 这个地方是郊外的别墅群 住在这里的富豪们本来就不算多 而且这些富豪们成天东奔西跑的去赚钱 所以 这里的人并不算多 等了片刻以后 一溜的警车便开了过来 这一次港地警方大批警员出动 另外有飞虎队一同出动 梁红玉把事情给现场的人交代一下 然后就安排了警车送叶浩轩去机场了 警车一路扯着警笛 叶浩轩畅通无阻地来到了机场 王铁住一六十人 早已经在机场里等了 叶浩轩走上前道 你们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东西 一张地图 是特勤局有位号称老神棍的带来的 王铁住说 这拿出一张地图来 这张地图正是港地的地图 叶浩轩摊开一看 只见地图上被标出了三卷 这三个圈和王大师临死之前标出来的三个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正上方的那个用红色的笔写这几个字 吉英之地 就是这里 叶浩轩一喜 玄机是天机门前任掌门 天机门擅长的本来就是巡龙点穴 风水勘测 而玄机这一身风水玄穴 恐怕当时无人能及 想比起来 港地这些所谓的风水大师比他差得远了 而玄机根本就没有来过港地 他标注的这几个地方只是在卫星云图上扫了几眼 就已经确定了 吉英之地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份实力 叶浩轩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地图一收 叶浩轩把这张地图交给王铁住道 兵分三路 分赶这三个地点 查查有没有什么情况 记住 这一次对方是一个高人 多加小心 虽然玄机已经大致确定了那一处 但事实上这三处各有优势 不清楚 对方的喜好和性格 还真的不好确定 到底在哪里 在这一处都会抽中一下 但事实上会认为